图为时角影视小镇 记者近日在基层暗访发现 一些明星艺人在注销影视公司或个人工作室的同时 会换个地方和名称重新注册设立新的类似市场主体 记者进一步询问具体税收优惠政策时 这位招商干部表示 有关影视公司明星工作室相关的招商项目 全由当地财政局负责 他们只负责前期对接 具体优惠细则 签订合同等事宜都由财政局领导亲手抓 对此 他建议加快清理税收禁止的优惠政策 严格贯彻落实国务员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 要不折不扣地取消先征后 反先征后退级征级退等额奖励等税收优惠政策 坚决堵塞地方政府财力流失漏洞 乐至明星偷漏税甚至洗钱的主观倾向 财政策